我千辛万苦 才帮你争取到这次机会 你可千万别错过啊 行了 你别再说了 我都答应你了 我不会为难 那个朵霞公主的 若你敢违约啊 下回我可绝对不会 再带你出来 你 十一哥 你这语气 好像有点不太对劲啊 你说 你不带着我 那你要带着谁呢 我跟你说啊 我可是大家闺秀 是天都的名媛 我心胸宽广 自然不会跟你这个 十一傻一般见识 而且啊 你与其担心我 倒不如担心 那个朵霞公主会嫉妒我 对我做出什么 可怕的事情了 朵霞公主嫉妒你 你确定没说错 当然没说错了 你想啊 我上次跟朵霞一起进宫 替四哥求情 四哥的眼神 连一刻都舍不得离开我 四哥对我这般疼爱 自然会引起旁人妒忌的 马上选妃了 公主可知道 四哥喜欢什么样的女子 是 先前在平兴郡 我曾与凌王殿下交过手 当时他率玄甲军 击退梁军 凯旋而归 一个驰骋杀场 运筹帷幄的男人 所思所想 肯定与别人不一样 儿女情长也绝非 他心中的一切 所以他需要一个 什么样的对象 对我而言才是最重要的 那是自然 我大魏谁人不知 四哥他护卫家国 战无不胜 但你可知道 我的武功 可都是四哥亲自传授的 四哥带武 向来不同于他人 是吗 朵霞公主若是想要参加选妃 可要先试一试我的武功 是吗 将军放心 财劲只是胡闹 他不是公主的对手 今日 就让公主杀杀他的锐气 免得平日里 老是不做非为 下次若再想给我个下马威 不如换个法子 不然传出去 别人会说大魏凌王殿下的武功 如此不堪一击 你 小妾 采妾年少无知 还望公主海涵 他日 公主若真想领教四哥传授的武艺 所以我愿陪公主一试 不敢 朵霞素来 对凌王殿下钦佩有加 所以刚刚才出手 若是有冒犯之处 还请澈王殿下莫要介意 公主说笑了 我先替采妾道个歉 我为什么要道歉啊 方才说过的话 你都当耳旁风了 还不赶紧回去 公主海涵 我改日再来登门致歉 双场 心中已有人选 让你别去 你偏偏要去 自找门去了吧 示意识 你跟在四哥身边这么久 你告诉我 四哥究竟喜欢什么样的女人 不管是哪方面 我一定会做得比朵霞更好 你疼不疼啊 当然不疼 他那点三脚冒毒功夫 我怎么会放在眼里啊 你还没回答我问题呢 四哥究竟喜欢什么样的女人 在我眼里 你样样都比朵霞强 十一傻 你虽然比不上四哥 不过眼神还挺好的 不枉我这么疼你 我记得 这附近应该有间药房 得买点药符绳 不然明天肯定会装 我去给你买药 好 你在这儿等着 四哥 四哥 采倩 十一傻 你怎么在这儿 我来找四哥 四哥呢 不知道 你怎么会不知道 我告诉你 我可是千辛万苦 才从家里逃出来的 怎么 被鬼追了 为什么要逃 自从上回见过那个 朵霞公主之后啊 我思前想后 总觉得我跟四哥的婚事吧 会比有些人给算计了 但误了我都终身大事 说得跟真的一样 当然是真的啦 你想啊 将来皇位的继承人 除了太子殿下 就只剩四哥和七哥可以一争了 我爹又站在七哥这一边 代表着殷家的势力 奈何我却偏偏生在殷家 看来我与四哥携手终身的路上 注定充满了波折与坎坷了 你可是认真的 你可是认真的 当然啦 丑斗都生出滑发了 四哥心中之人 只有卿尘 若是采倩知道 四哥根本就对他无异 发什么呆呢 赶紧去帮我找四哥 我也不知道他在哪儿 好吧 那我就只能在这儿等他啦 朵霞公主步步紧逼 四哥必然会在近日做下决断 严霞我唯一能做的 就是在他知道真相之前 尽可能让他过得开心一些 丑严霞 您饿不饿 我新发现一家酒楼 那里的菜特别好吃 真的 我何时在吃上骗过你 思君令人朗 努力加餐饭 空等不如宝等 还不赶紧带路 走 身材 老板 还有你今宝贝 晚上 你宝贝